刚刚去拿了一下快递是护照 现在打开 看见着有没有通过 等了好久 现在是心情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 我辞群了 先打开 不过来吧 不过来吧 阿们 不过来吧 不过来吧 给它发了两张纸 这就是要认识 这就是要认识 这就是 注意,只有签证并不能确保你被允许进入瑞典或者申根区。 尽管你已获得签证,瑞典边境警察仍需确定你是否符合入境条件, 或者是否享有饮食入境禁令豁免。 该项审核程序将在瑞典边境管制站进行, 旅行者有责任向边境警察提供相关文件以及核实其是否符合入境条件, 或者是否免于旅行禁令,否则将有可能被拒绝入境瑞典。 这是第二个问题。 此刻,此刻我的心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 自从11月中心航班取消,然后天证拒签,这次下来了, 12月5号的航班也取消了嘛,现在又改到12月10号的了, 现在我不能高兴的太早,一旦高兴的太早的话, 都有一些那个,我现在就保持好良好的心态, 如果10号走的话,10号确定走的话,就剩下这几天时间, 我好好陪陪我的爸爸妈妈,来,回来我四个多月, 一直忙的,没有好好陪一下风, 高兴一部分, 心里难过呀,其实。 坚强,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勇敢地面对。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加油吧。 不管怎么样,拿到签证就有希望,然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米莉, 告诉米莉之后,她会很开心,这四个月多,米莉一个日带两个孩子, 也确实很累很累,我呢,回去之后,就给米莉放假, 我带孩子做饭,等等等等的,给米莉放假,好好让她休息一下, 然后这几天好好陪下我的父母,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陪伴,鼓励, 这段时间也处于停根的状态, 所以各种忙,就是各种忙, 然后到了日点之后呢,就好好地更新视频, 现在保持了好的情绪, 所以,今天是星期六, 我今天有很多会计发掉之后, 我就,请我爸妈, 叫我今天, 姐姐,外甥,姐夫, 我们去吃个饭, 下个视频能不能走, 我会团大家, 谢谢你们一直的晚,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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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